大家好 今天来介绍两个最新的Obsidian试算表外挂 在2003年的时候 Obsidian出现了许多个试算表的外挂 例如Spreads 或者是Workbooks 或者是Excel 或者是现在已经没有在维护的DataRoom 这几个外挂是在去年度推出的 在今年度有比较新的Obsidian Universe跟SheetPlus 今天主要就是为大家介绍 Universe跟SheetPlus这两个试算表的外挂 如果你除了表格以外 还有需要使用试算表的话 就可以透过这两个外挂 在Obsidian里面直接来整合试算表的功能了 不管是Obsidian Universe或者是SheetPlus 他们通通都是Based on Universe这个框架的 也就是说这两个外挂它的底层 其实都是使用Universe这个框架的 首先就是Universe这个外挂 它除了能够使用试算表以外 也能够使用文件 要达成是类似Google Doc 或是Google Sheet的功能 跟Excel来相比还是有一小段的差距的 尤其是这个UniverseDoc 它的副档名是.udoc 它目前的功能其实还是太过阳春 如果你需要所事己所得的编辑功能的话 可能最好还是直接使用Word 或者是使用LibreOffice 这个UniverseSheet它的副档名是.usheet 它其实就可以达成类似Google Sheet的一个功能 基本上我们常用的这些功能 它都可以来使用 再者Universe还可以把整个试算表 透过点点点这个视窗 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个File 在File里面 你就可以把它组存成是Excel的格式 那这个是它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 也就是它可以直接读取Excel的档案的功能 后面就是UniverseSheet所提供的这一些功能 它有了这个电子试算表的核心的功能 还有公式权限还可以插入图片等等这些功能 其实都是它具备有的功能 如果各位想要了解Universe 到底有哪一些功能的话 可以直接到Github的网站上 直接可以看到它所有的这些功能的列表 在这边就不特别再做介绍了 因为其实就是通用性的试算表的功能 第二个我们介绍的ShipPlus 它跟Universe虽然是同一个框架 但是它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功能 它能够让你直接迁入到你的某个笔记里面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用Universe的话 它会直接开启在一个新的分页 而且这个新的分页没有办法去切换 是阅读模式或者是实际预览模式等等 这个模式是没有办法切换 它直接就是一个可以编辑的状态 这个ShipPlus它可以让我们直接迁入到你的某个笔记里面 因此你的笔记如果需要一个简单的试算表的功能的话 就可以直接用金探号两个中括号的方法 把这个ShipPlus的档案给迁入进来 那它的副档名是.md 那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说 如果使用File Name Headingsync这个外挂的话 因为这个外挂它会固定把你的档名当作是等级1的标题 插入到文件里面 那在这个时候会造成ShipPlus没有办法解析 因此必须要在File Name Headingsync这个外挂的 Ignore RegEx Rule这个里面 把Excel开头的这个MD档给加进来 也就是排除ShipPlus产生的档案 否则它会无法做正常的解析 这个是请大家在使用ShipPlus跟File Name Headingsync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这两个外挂它的操作就是一般的试算表功能的操作 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请自行来尝试就可以了 那今天就介绍这两个外挂给大家 希望大家在Obsidian里面使用试算表外挂的时候 能够有更好的选择 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Obsidian外挂 对于你在操作Obsidian上有帮助的话 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今天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